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7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A股在指数方面是一个分化的表现 深圳三大指数最终是全部红盘爆收 上海这边上镇大盘和上镇武林则是分别下跌了0.03%和0.23% 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这个星期对于股市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还是显得非常的谨慎 因此这种背景下超跌反弹概念对于市场资金来说 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策略 虽然从技术上来说 我们比较倾向于A股现在应该还是属于二次探底的结构 但是如果后面消息面没有利多出现的话 那么一切还真的不那么好说 我们一起看一下盘面上的一些情况 首先贵州茅台虽然是连续两天收盘守栽了2000块钱 这个重要的心理价位上方 但是北上资金这两天还是在减持贵州茅台 我们看到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前六名的分别是 中国平安 贵州茅台 牧原股份 万华化学 衡锐医药以及力讯精力 其中排名第二的就是贵州茅台 其次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北上资金是大幅减持的中国平安7.49亿 从日线图上看 今天中国平安走得并不好 全天是收出了一根下跌3.35%的中阴线 目前不排除 中国平安后面有可能会去考验2月18号的那个缺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保险板块届时也将会有一定的冲击 同样在大金融板块里面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的成交量是连续第二天小于200亿的水平 目前从技术上来说 券商板块已经是具备了所有的反弹条件 板块的领头羊回到了之前的起涨位置 RSI指标也已经是出现了两次日线级别的背离 成交量也是萎缩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那么现在对于券商板块来说只是缺少一个消息面的刺激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券商板块其实有出现过一波拉伸 但是今天的拉伸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资金跟进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的市场交易情绪并没有完全反转 说到市场交易情绪 我们知道3月11号大盘的那根红K棒 确实让市场的恐慌情绪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但是不论从今天涨停或者跌停的股票数量看 还是今天大盘上涨和下跌的股票数量看 以及这两天板块之间非常快速的轮转来看 目前市场的交易情绪确实是好转了很多 但是并没有完全反转 资金方面 今天北上资金是小幅净流入1.65亿 虽然是连续保持净流入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互股通和深股通 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资金分歧 一个是净流入26亿多 一个是净流出25亿多 这种分歧对于大盘来说 我们认为并不是好事 并且我们看到今天互生两市的成交量 也是萎缩到了今年最低的一次 只有7108亿 所以这种背景下 我们看到今天机构资金也是显得非常谨慎 首先在龙虎榜方面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只有三家 分别是锂电池概念的多幅多和天字材料 以及医药板块的科伦药液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资金里面几乎全部是来自于深股通席位 同样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前6名的分别是 格力电器 京东方A TCL科技 宁德时代 龙基股份 以及中国中免 结合今天的龙虎榜 以及北上资金最近两天的表现看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天北向资金的操作 可以算是非常典型的教科书模式 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下 这两天北向资金回落的股票 要么是股价先于大盘开始调整 要么就是这一步的调整 股价调整的幅度比较深 但是这些公司和他们所在的行业基本面 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因此目前的操作 我们建议在消息面落地之前 大家可以小操位的去参与一下 超跌反弹概念 目前的关键还是在于 市场会如何解读和判断 两场会议所带来的消息 那么对于这一点 我们后面也会保持跟踪关注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